第三章 称為上帝的兒女是夢父何等慈愛? 李漢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 使我們得称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也珍是他的兒女,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 是因未曾認識他, 親愛的弟兄啊, 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然, 我們必要像他, 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凡向他有借指望的, 就結證自己, 將他結證一樣, 凡犯罪的, 就是違背律法, 違背律法, 就是罪, 你們知道主曾顯然,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並沒有罪, 犯住在他裏面的, 就不犯罪, 犯犯罪的, 是未曾看見他, 也未曾認識他, 上帝的兒子要除滅魔鬼所行的事, 小子們啊, 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 才是義人, 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犯罪的, 是屬魔鬼,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上帝的兒子顯然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犯從上帝生的, 就不犯罪, 因上帝的度, 存在他心裡, 他也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上帝生的, 從此, 就顯出誰是上帝的兒女, 誰是魔鬼的兒女, 凡不行義的, 就不屬上帝, 不愛弟兄的, 也是如此,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不可像該人, 他是屬那惡者, 殺了他的兄弟, 為什麼殺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沒有愛心的就住在死中, 弟兄們, 世人若恨你們, 不要以為欺其, 我們因為愛弟兄, 就曉得,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沒有愛心的, 仍住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殺人的, 你們曉得, 凡殺人的, 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主為我們寫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寫命, 凡有世上財物的, 看見弟兄窮佛, 卻塞住連述的心, 愛上帝的心, 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小子們啊,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洩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 並且我們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穩, 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 上帝比我們的心大, 一切事沒有不知度的, 心若不自責, 就可以向上帝坦然無懼, 親愛的弟兄啊,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 就可以向上帝坦然無懼了,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 就從他得著, 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悅的事, 上帝的命令, 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命, 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 彼此相愛, 遵守上帝命令的, 就住在上帝裏面, 上帝也住在他裏面, 我們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們裏面, 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令。 很常見, 在這條大船出權、 在這條大船, 我們修理了呼喚嘩的壁, 有與人鋪取的武器, 吐召喚嘩的壁曲,